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漫威系列科幻爽剧 神盾局特工第三季第十八集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说剧 斯凯的黑化背叛完全在意料之外 他临奏前特意送出的大礼 更是让神盾局众人始料未及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神盾局秘密基地损伤惨重 到处都是灾难肆虐过后的可怕景象 就连扣森都因一石不慎 被废墟掩埋众生 好在没有人员死亡的情况出现 看样子是斯凯手下留情 不然以他的强悍能力 好不容易焕发生机的神盾局 肯定会再次面临毁灭性打击 就在这时 一个好消息突然传来 除了斯凯之外 一人小队的其他三位成员 均未遭到蜂巢感染 看来当务之急是营救人质斯凯 顺便阻止蜂巢正在暗中酝酿的阴谋 不过在正式行动开始前 为了避免驯服情况再次出现 扣森特意将悠悠和乔一 送往简训练基地 只留下林肯与之随行 家属的特权可见一斑 在确定所有重要数据 都被传输到神盾666号之后 反正与其留在原地 等待敌人偷家 不如主动出击的理念 随着扣森的一声令下 神盾局特工们起居一堂 一场救援加复仇行动就此展开 可就在下一秒 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斯凯临走前 故意将基库门的液压系统破坏 导致大门只能敞开一半 好在有梅琳达亲自出马 凭借多年老司机的经验 直接将神盾666号横着开出 行之半路时 通过对眼镜男的尸体 进行解剖分析 风潮的驯服能力 也有了科学解释 简而言之 寄生在大脑快砍中枢的同时 寄生虫会释放大量多巴胺 近日使得被感染一人 自觉刀枪补入 这或许正是斯凯口中 空虚被填满的快感来源 他对风潮上瘾了 但这也导致 被感染一人对冰冻枪产生抗性 真枪不能用 冰冻枪又成为鸡肋 本次救援行动的难度可想而知 眼见救援行动陷入僵局 一个好消息突然传来 根据调查显示 特伦西亚公司首席寄生生物研究员 霍顿博士 曾在一个月前 因超人类研究遭到辞退 或许正是为斯凯找到驱虫方法的关键 没有丝毫犹豫 西蒙斯和菲兹立刻出发 准备去寻求霍顿博士的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 正是行动开始前 菲兹特意找西蒙斯进行了一番长篇大论 言语间是对未来的复杂性 与不确定性的茫然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好在梅琳达的到来 打断了二人略显尴尬的对话 直觉告诉她 西蒙斯此行需要一把手枪防身 叶木降临 在麦肯的陪动下 西蒙斯和菲兹顺利抵达 罗马尼亚的布加勒特斯 根据情报显示 霍顿博士曾在一小时前 进入一家秘密俱乐部 那里是超人类主义者 专门售卖新型科技产品的高级黑市 就这样 打着顶级遗传学家的喜好 在顺利混入秘密俱乐部之后 西蒙斯和菲兹 试图通过一对 以死亡战士为灵感来源的 炫酷极限眼 吸引霍顿博士主动献身 视线来到斯凯这边 此时斯凯并不关心神盾局的动荡 他满心满眼 都充斥着风潮的身影 一对相爱相杀过的爱人 时隔数年再次相见 却都成为非人存在 这里不得不感叹一下编剧的狗血 按照风潮的说法 他的真正目的 从来都不是组建一人军队 而是将整个地球 变成一人的乐土 到那时 所有人目标已至 将不会再有战争发生 从二人的交谈中 我们可以看出 与其说 斯凯是因为遭到寄生 而叛变投敌 不如说 他此时就是风潮的一部分 二人甚至可以产生 类似本体与分身之间的心灵相通 就像是来世村民分身女一样 风潮堪称 Bug级别的强悍能力暂且不提 考虑到斯凯手中 克里人的谷物 缺少最为关键的一部分 没有丝毫犹豫 二人直奔詹姆斯而去 看着眼前黄鼠狼给击拜年的 不速之客 詹姆斯满眼警惕 这种惶恐不安的情绪 在得知眼前人就是风潮时 达到顶峰 可还没等他来得及警告斯凯 不要与虎谋皮 顺便推脱 自己并不知晓 缺失部分存在 斯凯二话不说 直接出手 当众打碎一枚太锐根水晶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巧合的是 扣森此时也注意到 分身女可能面临危险 一旦对方被风潮驯服 那可是一个顶四个的特殊存在 如此一来 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脱离掌控 当务之急 是赶在风潮之前保护分身女 正是行动开始前 看着眼前始终坚持出外勤的林肯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扣森当场掏出一件 布满小型炸弹装置的护甲 并将引爆器交给梅林达 这也就意味着 一旦林肯遭到风潮寄生 等待他的将是被炸弹吞尸的惨状 可一想到 在风潮手下饱受折磨的斯凯 无奈林肯只得同意 不过 在梅林达看来 扣森此举完全是在推卸责任 而他则是局长手中的杀人戾气 就连当初迫不得已 对安德鲁开枪都能遭到肆意调侃 再想到绝不能伤害宝贝哥的斯凯的命令 扣森的双标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 对于优秀特工梅林达来说 无条件服从命令始终是第一药物 可正当林肯苦口婆心的叮嘱 分身女注意安全时 她突然从反射镜中 看到背后刺激偷袭的身影 无奈只得发动异能予以反击 事实证明 他们还是挽刀了一波 分身女早就遭到风潮寄生 言语间满是对低等物种的贬低 一番拳拳到肉的近身混战之后 眼见其中一个分身被自己利落解决 还没等梅林达来得及确定本体位置 她就因一时不慎被打晕倒地 眼见情况愈发脱离掌控 无奈林肯只得发动十万伏特 试图以另一个分身充当人质 在逼迫分身女主动束手就擒的同时 顺便问出斯凯的下落 可在身心受到全面操纵的情况下 尽管明知道负于顽抗 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分身女只能果断出手 在含泪将林肯手中的人质击毙之后 再次把枪口对准梅林达 关键时刻 扣森出手将分身女击毙 这才避免了惨剧的发生 同一时间 两个分身接连惨死的痛苦 确实难以想象 可还没等分身女来得及悲痛哀悼 在疯长的连声爱抚下 她内心深处原本波涛汹涌的情绪 迅速得以平复 多巴胺果然是神奇的存在 就在这时 斯凯的到来打断了二人之间愈发暧昧的氛围 詹姆斯顺利破茧成敌 成功觉醒 可以将触碰到的一切物品 变成炸弹的强悍能力 可还没等詹姆斯来得及适应超能力 便因转化成为一人族而惨遭寄生 如此一来 风潮不费摧毁之力 便知晓缺失部分所在 随着斯凯发动能力暴力强拆 隐藏在深坑中的克里人谷物 再次重见天日 按照风潮的说法 这是唯一能毁灭她的东西 视线回到神盾666号 粉身女的自杀行为完全在意料之外 但这也从侧面证明 风潮驯服能力的可怕性 一想到辛辛苦苦打造的神盾局大家庭 逐渐四分五裂 青春懵懂的斯凯也惨遭怪人拐带 扣森一时心情复杂 无奈只得主动去找梅琳达赔礼道歉 推说是因为过于担心斯凯安危 这才自乱阵脚 口不择言 好在一位工作人员及时出现 打破了二人之间愈发尴尬凝重的氛围 通过对异常地震活动进行监控 工作人员成功锁定 疑似斯凯出没过的地点 梅琳达立刻操纵神盾666号出发 直奔詹姆斯的住所而去 可出乎意料的是 等到他们趁着夜色匆忙赶到时 迎接他们的却是灾难肆虐过的满地狼藉 除了穿越泰润根迷雾之后退下的剪之外 看着眼前显然是斯凯造成的深坑 梅琳达突然意识到 他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可还没等他们来得及四处探查 眼见藏匿在房间角落的定时装置即将爆炸 梅琳达和寇森立刻跳进斯凯吧的深坑里 这才避免了命丧当场的惨剧发生 神之左手工坊兼备 不愧是神盾局局长的专属装备 视线来到秘密俱乐部 等待的时间总是无比漫长 看着眼前盛装打扮的西蒙斯 菲兹不禁再次提出 此前讨论到一半的话题 一旦他们上床 原本简单直接的线性恋爱关系 将成指数性爆发 未来也将变得复杂而不可预知 这里不得不感叹一下 理科生之间的浪漫 可随着浪漫的气氛 逐渐达到顶峰 一位不解风情的侍者突然走来 对方自称是霍顿博士的贴臣助理 看来鱼儿终于上钩了 可让西蒙斯和菲兹万万没想到的是 迎接而人的并不是霍顿博士 而是躺在手术室中 宛若带宰高阳的无辜路人 按照侍者的说法 他们必须完成对炫酷机械眼的移植 才能获得与霍顿博士见面的资格 一番激烈的内心挣扎之后 无奈西蒙斯只得动手 原来这是霍顿博士精心设计的考验 而西蒙斯也早就看穿了对方的把戏 他扎穿的其实是一只假眼 简单喊喧喧过后 看着眼前原本属于死亡战士的炫酷机械眼 霍顿博士瞬间变脸 在他看来塞博科技给士兵眼睛安装炸弹的行为 完全是在亵渎科学 尽管西蒙斯赶忙解释 自己不是九头蛇而是神盾局 但在霍顿博士看来 飞兹私自利用眼镜实施监控的行为 本身也是一种侵犯 眼见事情逐渐脱离掌控 就连西蒙斯都被强行带走 无奈 飞兹只得将一人族和蜂巢的事情如实告知 并如愿获得霍顿博士的强烈关注 可还没等飞兹来得及向对方寻求帮助 斯凯突然破门而入 二话不说将逝者利落解决 并在把一脸懵逼的霍顿博士交给分身女之后 直接对飞兹出手 警告对方不要再试图营救他了 否则他不敢保证 下次见面时是否会直接将飞兹的脖子扭断 不过从斯凯满脸泪痕的表情中可以看出 隐藏在他内心深处强烈的挣扎 只是无法掌控自身罢了 同一时间 随着詹姆斯出手制造爆炸事故 整个秘密俱乐部当即陷入混乱之中 等到察觉到异常的麦肯匆忙赶到时 迎接他的便是一记台灯炸弹 好在麦肯伸手敏捷 这才避免了当众毁容的可怕后果 此时对西蒙斯并不知道外面的动乱 他正在和风潮当面对峙 不料对方非但没有直接出手 反而开始大打感情牌 不断调取威尔的记忆 以试图感化西蒙斯 尽管伤心事被触及的滋味十分复杂 但看着眼前寒清末末的风潮 西蒙斯感受到的只有亵渎和荒谬 或许是受到威尔残存情感的影响 风潮依然没有出手 只是眼睁睁看着西蒙斯 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 不过从上帝视角来看 沃德似乎总是败在女人手上 当初祈求斯凯原谅时 亦是如此 西蒙斯没有用分裂炸弹 将沃德毁尸灭迹的遗憾 也终于得以弥补 夜深人静的时候 看着眼前再次劫后余生的爱人 菲兹再也压制不住 内心深处汹涌喷勃的情绪 忍不住和西蒙斯深情拥吻起来 随着弥漫在空气中的 荷尔蒙气息愈发浓烈 西蒙斯和菲兹双双倒在床上 一番云语省略一万字 另一点 依靠马里克死前交代的所有情报 在格伦将军的领导下 垫步世界各地的九头蛇基地 全部遭到雷霆打击 从今天开始 九头蛇彻底成为历史 可想象中 艰难胜利后的喜悦并没有出现 蜂巢和斯凯的事情 就像是一团挥之不散的阴影 始终笼罩在神盾局众人心头 此时的霍盾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慌乱 对于痴迷于超人类研究的他来说 一人族的出现完全是意外止息 没有丝毫有余 他当即同意加入蜂巢的阵营 随后以整座飞弃小镇作为实验基地 准备重现当初发生在蜂巢身上的 克里人实验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对了 喜欢帮帝说剧的 别忘了订阅我